人們都會覺得香港變成真是沒有了一國兩制 變成是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對不同的人 比如投資來香港 來做生意的信心 都會有一個正常在 自從香港推動逃犯條例修訂 再加上國安法實施 近年來 不少在中國設廠的港資 開始了撤離潮 徐家健分析 如果中共再進一步控制香港 美國可能會再加大制裁力度 甚至大規模撤資 放棄香港 就是留回Operation在香港 但是一些expect就不會在香港 就是Bate Office就不會擺在香港 可能擺在鄰近的地方 亞洲區 只不過是擺在香港 只擺一個細一點的Office 做Operation的事這樣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綜合報導 到哪邊的地方 紐約綜合 現在躺在你 走多久 到夺東 就要進海中 就要進海中 進海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